耳康胶囊板的使用方法 1.首先倒出100粒左右的胶囊 将胶囊体和胶囊帽分开 分别放入两个容器内 2.拿出整套胶囊板 胶囊板由体板、帽板、排列板、中间板、压粉板以及刮粉器六部分组成 3.把体板平整放好 将排列盘放在体板上 使排列盘和体板四面对齐 确认无误后 把胶囊体倒入排列板框内 用手挡住排列盘的缺口 以免胶囊体从缺口洒落 然后端起体板和排列盘上下左右摆动 胶囊会一一掉入体板胶囊孔内 倒满后将多余的胶囊体从缺口倒出 胶囊体此时便整齐地排放在胶囊孔中 4.胶囊帽的排列与胶囊体的排列操作相同 用上述同样方法将胶囊帽排列到帽板上 5.往体板上填充药粉时 注意不要一次倒入过多 可分多次倒入 将药粉倒在体板上后 用刮粉器来回地刮动 使药粉均匀地落入胶囊体内 在胶囊体内装满药粉后 刮去体板上多余的药粉 放置一旁待用 6.此时取出黄色的中间板 将两边有缺口的面朝上 放置到帽板上对齐 然后两板以顺时针方向180度旋转 此时黄色中间板朝下 将放置在一旁 充满药粉的体板取来 把帽板和中间板扣置在体板上 四面对齐 然后双手用力向下压帽板 多次下压 直至所有的胶囊帽 都套在了胶囊体上为止 然后拿掉帽板和体板 药粉胶囊就很好地镶嵌在了黄色的中间板上 就这样一板药粉胶囊就做好了 7.将中间板放在帽板上 把胶囊一粒一粒放入胶囊盒中装好 以便随身携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